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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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去 今天要過帶來的開箱呢 就是在我手上熱騰騰剛發表的 Sony Xperia 1 Mark 5 沒錯進到第五代了 這一代呢我覺得有幾個點 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首先呢處理器換成了Budgeon 2 因為前幾代的Xperia 其實我覺得外觀啊功能都設計得很好 但是難免還是會有些情況 比較容易過熱 那換成Budgeon 2之後呢 各方面的細節有沒有更加的改善 使用體驗如何 我們在後面會有實測跟大家講 這一代最大亮點 就是給了一個全新的感光元件 那官方的這個稱呼呢叫做 Exmo T for Mobile 那到底實力如何 我們就會直接的在東京 來做一個比較 好我們這邊講到一個關鍵詞了 東京沒錯大家應該很好奇 我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人呢 在日本東京的Sony總部 當然主要還是要開箱手機啦 順便的帶大家來朝聖一下 傳說中的Sony總部 因為畢竟我自己心中也是很澎湃 我個人從小到大 真是買了超多的Sony產品 但這個總部呢也不是說來就來的 也是今天有機會能夠拍 也是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先講一下它的地段 它是在地價很奢華的 東京都港區 它是在港區的總部大樓 那外觀其實很漂亮 但比我預期的要低調一點點 但我覺得也很合理 因為其實Sony的個性就是那樣 就是它很有實力 可是它不會到很張揚 它的外觀呢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現代 時尚的玻璃帷幕大樓 然後就印著標準的那個Sony字體 logo也不大 所以你遠遠看 不見得看得到 要走近看 然後抬頭看 原來是Sony 我們就看一下它的總部 有哪些驚喜的地方吧 帶大家看一下他們大廳展示的 哪些新產品 其實很多我們都開箱過 其中一大主流呢 就是Sony的耳機 包括他們的耳塞式耳機 或是他們新的產品線 LinkBuds 還有我個人非常愛的耳造式耳機 WH1000XM5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這是他們家的機器狗 iBo iBo 我覺得最大賣點就在後面 各位 Vision S02 因為未來是電動車的四代 所以包括了蘋果 包括了Sony 都慢慢的開發他們自己的電動車 距離上市可能還要一陣子 但是至少它的實體的概念車 就直接放在這裡 很期待耶 好想試駕看看喔 通常各大企業都有他們的那個歷史牆 Sony當然也有 而且Sony的歷史牆就很屌了 因為它很早就創立 而且它太多知名的產品 它是1946年創立 那時候創立它也叫東京通信工業諸事會社 它是直到12年後 它才改名為Sony 它的這個標準的企業的logo字 也有進化好幾版 你看1955年還是這種有點潮協體的 然後後來陸續進化到1973年 現在最近的這一版 那Sony早期很有名的就是它做DRT的這種電視 這時候我都還沒出生 但我知道這一台 19790 TPS L2 這個在很多日劇啊 老的卡通裡面都會出現1980年代最經典的隨身聽 其中之一就它 然後呢持續的在多媒體演藝上面發展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包括出了CD Player 錄影機 接下來的1990年代的PS1 接下來PS2 PS3 PS4 到現在的PS5還有PSVR 然後他們也開始整個產品線也擴開來了 包括這個很懷念 我當時就是用這一台拍到百萬訂閱的 RX100 只是我的是Mk5啊 它這個是2012年是Mk1 還有啊剛剛看到的iBow 接下來就是手機嘛 Sony Ericsson 2001年開始 其實Sony Ericsson有很多支很經典的手機 還有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服役的 Alpha系列的相機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呢是FX3 參觀完Sony總部後呢 我們就直接在總部來開箱一下 這一次全新一代的Xperia 1 Mk5 這一次Xperia 1 Mk5的包裝也是 依舊延續了Sony這幾年要走的環保風格 是一個全擺的簡約設計 那打開盒裝後呢 就會直接看到這一次的主角 第一次拿到它的時候呢 就會被它的手感驚艷到只有187克 這是什麼概念呢 它比iPhone X10 Pro或S23 Ultra 都足足輕了約50克 絕對是我們今年測過的手機當中 手感最好的喔 無論單手或雙手都可以很好的掌握重心 在外觀設計上這一次Xperia 1 Mk5 推出了全新的顏色卡其綠 那實際顏色呢 在室內光線昏暗處 會覺得跟黑色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如果拿到陽光底下或光線充足處呢 就可以看到手機呈現深綠色的一個質感 可以說是相當的地調好看 而在手機背面呢 採用的是磨砂質感的防滑玻璃材質 這一次我們也在Sony總部訪談了 負責開發Xperia的團隊 他們也提到這一次Xperia 1 Mk5 會選用卡其綠作為新色 是因為想要讓它的形象是很強大的工具 無論拍照 多媒體娛樂或工作都能夠勝任 並且加強了被蓋的止滑設計 側邊增加了抓握感的條紋設計 以及維持21.9 比較瘦長的比例 都是為了讓使用者能夠有良好的單手體驗 而在機身的右側呢 有音量調整鍵跟開關鍵 開關鍵同時也支持指紋辨識 另外還有一個快門鍵 那機身底部則是有一個USB Type-C跟Sync卡插槽 而在機身頂部呢 則是有黑科技 3.5 音韓孔 Sony 官方也表示會繼續保留音韵孔 也是因為希望可以滿足部分發燒友 想要用有線耳機聽歌的需求 在無線傳輸上 Xperia 1 Mark 5 當然也依舊支援了自家開發的LDAC高碼率編碼 所以無論無線或有線都能夠有很好的聆聽體驗 那如果你不接任何耳機 Xperia 1 Mark 5 在螢幕正面也有雙立體聲喇叭 整體的音場平衡性很好 低音跟細節也比前一代的Xperia 1 Mark 4 更加明顯 實測最大音量為95.9分貝 在手機中算是前段班 Xperia 1 Mark 5 正面搭載的是一塊6.5吋OLED螢幕 解析度高達3840x1644比例是21.9 這個解析度也是一技絕成 是市場極少數的4K手機螢幕 銳度表現非常好 螢幕更新率最高可以到120Hz 但不支援LTPO 經過我們的射測器實測 這塊螢幕的射域表現雖然不到超級亮眼 但射準表現是非常頂尖的 Delta E值只有0.5 在一般情況下使用最高亮度可以達到950-1000nit 而在之前Xperia 1 Mark 4 當中我們就有聊到 Sony為了讓用戶每一次觀看的影像體驗都一致 所以它不同其他廠會在局部顯示HDR時特別增強亮度 Xperia 選擇的是無論多少區域的顯示 都維持差不多的亮度穩定做法 這次Xperia 1 Mark 5 使用的CPU是高通的Snapdragon 8 Gen 2 這顆處理器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由於這次開箱 我們配合Sony的保密協定 手機不能提早聯網 所以不方便進行跑分跟遊戲測試 但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會在這支影片上線之後 盡快測試完 用文字補在資訊欄位跟留言區 近期我們測過幾支8 Gen 2的手機 其實表現都非常好 再加上官方表示 Xperia 1 Mark 5 加大了60%的Smoothie散熱片 所以預期這一代不會輕易出現過熱保護的狀況 雖然沒有辦法聯網進行遊戲的散熱測試 不過我們有測試長時間的4K錄影 Xperia 1 Mark 5 會不會過熱 那我們使用4K30的設定 進行室內的連續一小時以上的拍攝 一小時拍攝之後 整個機身也沒有進入過熱保護 手機的正面最高溫度39度 背面最高溫度39度 雖然會有點溫熱 但基本上是可以持續的進行4K錄影的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這次Xperia 1 Mark 5 的最大重點 就是相機了 這一次Xperia 1 Mark 5 所使用的相機由上到下 分別是一顆16mm 1200 萬像素光圈 F2.2 的超光角鏡頭 一顆24mm 1200 萬像素光圈 F1.9 的主鏡頭 跟一顆85-125mm 1200 萬像素光圈 F2.3 到 F2.8 的潛望式鏡頭 另外很重要的是它的感光眼鏡也進行了升級 這一次Xperia 1 所使用的感光眼鏡是 Exmo T4 Mobile 這也是一顆雙層式的感光眼鏡 以往的感光元件光電二極體跟電晶體都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但雙層式感光元件則是把光電二極體跟電晶體做成上下兩層 這樣子的好處是讓感光元件的抗照跟感光度有著很大的提升 據Sony 表示它的感光度可以來到前一代的兩倍 尺寸則是前一代的1.7倍大 另外這一次Sony 也加入了 AI 高速成像疊加運算 讓拍照可以更加的清晰細緻 這個新的感光眼鏡除了可以增強拍照實力之外 重點是也可以讓手機保持輕薄 所以你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的鏡頭模組突出程度 比 iPhone 14 Pro Max 還有 S23 Ultra 都要來的更輕微 所以如果是放在桌上按壓的話 它的求求板效應也是最不明顯的 相對也最適合裸機使用 專業數據跟我們聊了很多 但我覺得直接實際比較最直觀 那我們這一次的樣張都是在東京拍攝 對比選手是 iPhone 14 Pro Max 跟 S23 Ultra 在這一張街道的人像照當中的第一眼 會被 S23 Ultra 的膚色給吸引 但如果你細看的話就會發現 S23 Ultra 將衣服跟褲子的紋理細節直接抹掉 牛仔褲被抹得有點像棉褲 放大臉部的話可以發現 iPhone 14 Pro 可以說是一如既往的 將臉上的細節都保留了 這個算是優點可能也算是缺點 因為太多細節好像不太到戲 而且它造點有點多 而 Xperia 1 Mark 5 則是在真實 與過度修圖當中達到了一個不錯的平衡 它既修掉了一些皮膚上的細節跟噪點 但又保留了現場真實的膚色跟衣服褲子的紋理 接下來這一組是晴空塔的樣張 第一眼看上去會覺得 iPhone 14 Pro 的顏色比較偏綠 另外兩者比較接近 放大晴空塔下方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把晴空塔上的鋼筋結構都拍得非常清楚 而 S23 Ultra 跟 iPhone 14 Pro 是有點糊在一起 如果放大橋下的花圃可以看到 S23 Ultra 跟 iPhone 14 Pro 都變成了油畫 Xperia 1 Mark 5 則是保留了大部分的細節 在夜拍細節的表現 Xperia 1 Mark 5 可以說是非常的厲害 接下來的樣張 邀請到日本的專業平面模特兒 生流菜來當作主角 在這一張的淺草式樣張當中 可以看到三張的色調有些許的不同 Xperia 1 Mark 5 整體偏紅 S23 Ultra 有點偏綠 iPhone 14 Pro 是在一個最剛好的色調 如果放大模特兒的臉部 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將臉部拍得有點暗沉 S23 Ultra 跟 Xperia 1 Mark 5 除了色調上的差異之外 人像的處理沒有相差太多 接下來這一組人像進去的夜拍當中 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的色溫比較偏冷 S23 Ultra 跟 iPhone 14 的色溫比較接近 放大眼睛的部分可以看到在相同的放大倍率下 Xperia 1 Mark 5 的眼睛細節跟圖像銳度表現都非常好 另外兩者的眼珠都變成了馬賽克色塊 在挺川車站的日拍照當中 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的色調跟 iPhone 14 Pro 相當的接近 而 S23 Ultra 就比較冷一點點 第一眼會覺得 S23 Ultra 的大樓窗戶特別的飽和 好看但不真實 放大畫面左下角的樹木可以看到 S23 Ultra 有明顯的 AI 介入痕跡 整顆樹相當的不自然 而且樹叢裡的暗部也因為過度的對比黑成一塊 相較之下 Xperia 1 Mark 5 跟 iPhone 14 Pro 的成像自然很多 但是 iPhone 14 Pro 在樹葉叢裡的暗部細節表現沒有 Xperia 1 Mark 5 來得好 葉子跟葉子之間都糊在一起了 Xperia 1 Mark 5 則是每一片樹葉都很清楚 樹木與招牌照的成像當中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的成像偏冷 有一種電影感的感覺 而 S23 Ultra 的色調偏紅整體比較亮 iPhone 則是偏綠 三張的成像風格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但最接近現場肉眼所見的是 Xperia 1 Mark 5 如果放大中間招牌可以看到在細節處是 iPhone 14 Pro 保留的最清楚 其次是 Xperia 1 Mark 5 最後才是 S23 Ultra 而在地板反光過曝的意志上也是 iPhone 14 Pro 表現得最好 所以這組成像在細節上 iPhone 是勝出的 但整體的顏色則是 Xperia 1 Mark 5 最接近現場 接下來是路邊販賣機的成像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S23 Ultra 把照片中的紅色調調得有點過度飽和 討喜但不夠真實 而 Xperia 1 Mark 5 依舊真實的還原現場肉眼看到的樣子 放大販賣機右下角的黃色標籤可以看到 這細節是 Xperia 1 Mark 5 保留的最清楚 可以親眼的一眼就辨識出是什麼字 而在右上角的燈籠招牌處可以看到 S23 Ultra 跟 iPhone 14 Pro Max 都走類似的 HDR 算法 將高光強壓下來 而 Xperia 1 Mark 5 則是沒有將高光壓下來 所以相對的也丟失了燈籠上的細節 但是它的光源是比較接近真實所看到的那種耀眼感 這一組樣張我們覺得三組各有優劣 算是平手 我們來到了雨中的東京車站街景 那你可以看到 S23 Ultra 的色溫偏冷 而 Xperia 1 Mark 5 跟 iPhone 14 Pro 比較接近現場看到的樣子 放大中間的逃生出口標誌 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將小綠人的頭、身體、手都完成的拍攝出來 那 iPhone 14 Pro 雖然也有將人拍出來 但頭跟身體糊在一起 而 S23 Ultra 是快要看不出來它是一個小綠人 接著我們放大左邊數目的樹幹 你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有保留住樹幹上的細節 但在高光抑制上 Xperia 1 Mark 5 依舊是沒有將路燈的過曝壓下來 看得出來 Xperia 1 Mark 5 在算法上它對高光抑制是沒有那麼積極的 接下來是東京車站室內天花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 Xperia 1 Mark 5 比較偏紅一點點 但各位如果有去過東京車站就知道 現場的顏色的確是接近這個顏色 放大天花板的細節就可以看到 S23 Ultra 拍出了一點透光感 但其實現場的天花板是死型的 不太應該要有透光感 而 iPhone 14 Pro 的表現其實相當不錯 但整體的顏色並沒有 Xperia 1 Mark 5 這麼還原 所以這一組樣張又再度展現了三台的風格 Xperia 1 Mark 5 是真實但保留細節 S23 是很夢幻 而 iPhone 14 Pro 就是中規中矩 綜合來說這次搭載了全新 X-Motiv for Mobile 改光元件的 Xperia 1 Mark 5 的主鏡頭成像非常棒 整體風格走的是真實還原 大部分樣張中它的白平衡都是最準的 且保留了大量細節 無論日拍或夜景表現都很優異 部分人像照當中會做一些膚色優化 但不會過分到失真 雖然在高光抑制上它不像 S23 Ultra 這樣的積極 但整體的自然感也很舒服 算是取得了一個不錯的平衡點 標準模式下發射真實 不過這一代也導入了 Alpha 相機的 Creative Look 所以如果是想要追求色彩風格的人 也能夠自行來做選擇 而在錄影上 Sony 為了因應自媒體與短影音的快速發展 特別導入了在相機產品線中廣受好評的 S-Cinetone 跟產品展示功能 S-Cinetone 它的功能開啟時 在錄影的時候就會自動把你的素材加入了電影色調 讓你在拍攝出來的成品當中會有一些電影感 那產品展示功能就更好用了 它在拍攝開箱影片或吃播的時候 它會優先對焦鏡頭前的食物或產品 所以你不用像一般手機那樣子要特別先把手掌放在產品後面 讓手機對焦相當的方便 而這些新功能跟夜拍都可以在 Basic Mode 介面當中做選擇 就不用再進去專業模式設定 所以理論上這個操作會更加的直覺 Xperia 1 Mark 5 的電池容量有5000mAh 經過我們實測 亮度、音量50%或連網的情況下 觀看4K影片可以看16個小時又40分鐘 整體續航算是相當不錯 大家要特別注意如果是連網的情況下 這個續航會再更低一點點 那在充電的部分Xperia 1 Mark 5 依舊跟去年一樣 只支持到30W的充電速度 經過實測啊花了將近100分鐘才充滿電 所以在充電速度上Sony還是相對保守的 最後來聊一下我們對於這一次的Xperia 1 Mark 5 的心得 那它依舊是有非常強烈的Sony風格的手機 很多地方呢其實我都感受到它想要繼續走到自己的路 包括了方正的家族外觀 雖然有額頭下巴 但是不會被前置鏡頭擋到的21.9 4K 螢幕 依舊保有3.5的音源口 那這一次主鏡頭拍出來的這個成像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它在標準模式下呢不會過分的調高或拉量 它盡量會保持一個精準的曝光跟白平衡 再讓使用者選擇說要不要後製去調整 放大後的這個細節也都贏過很多旗艦手機 如果你是喜歡拍照的人的話呢 這一代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手感的部分也要特別的稱讚啦 Sony 在維持5000mAh 大電池的前提下呢 我們依舊把機身重量控制在187g 再加上它背面是磨砂材質的芳花玻璃 非常的耐髒跟抗指紋 所以直接裸機拿的那個清爽感也是非常好的 這一次除了在Sony總部完成了很多手機素材的這個拍攝 過程當中呢我們也參觀到了傳說中的Sony Square 那看到很多厲害的高端產品啊 其中最吸引我的呢就是Sony的Crystal Micro LED 非常巨大的螢幕定機 在對比還有亮度 在看影片的時候就好像是在看真實物體的感覺 非常的魔幻 所以作為索粉這一次可以朝聖東京的Sony總部 好個人還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也會盡快在官方解禁之後呢 把它的效能我們盡快測試 然後放在下面的資訊欄位還有這個留言區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再自行參考 以上是這一次的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Follow 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